那么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 南方有一种鸟 它落在土岗上 三年不展翅 沉默无声 这只鸟叫什么名呢 此时的楚庄王 已经明显察觉出 举国上下要求 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 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 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 三年不飞 飞将冲天 三年不冥 冥将惊人 这就是成语 一鸣惊人的来历